你是無敵金金港的音樂 6 million dollar man 亡屎你 有少少大家過長時間說說少少新聞 最近香港動漫電門節應該會如期進行 如果沒有特別事 希望疫情繼續轉向穩定 是7月23至26日4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大家詳情可以上我們Facebook看看 主要有什麼參展商呢? 今年可以說說 有一個香港也算是非牟利的協會 就是香港品牌玩具協會HKBTA HK Brand Toys Association 剛剛今年成立了 我們會一起組織了一群香港品牌設計師 他們一起成立了協會 亦跟香港動漫電門節的主辦方凌促 我們就合作了 於是他們今年會拉大隊 在香港動漫電門節會參展 其中有很多公司長情不說怕說漏話 好了 至於今天有什麼特別新聞說 剛才說好一點 好像有些話要說 忘記再聽 是的 23至26日就會正常舉行 裡面還有一個叫巨像 巨像 這個主要是圍繞了香港設計師 或者國際化設計師 就舉行一個巨像 這個叫巨像的部分 這部分就會集中了 香港和一些不同地方的設計師 一起和大家去見面 見面 不同的地方 是這樣說 通常都是這樣說的 香港設計師 外國設計師 或者叫做內地設計師 會否見面 不知道 但是香港一定會有些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會參展 今年有一個IP題材 即是一個家傳會曉的卡通題材 題材就會在巨像上 一起和一些設計師 跟一些 融合一齊 去出一些設計師玩具 至於IP有什麼 暫時先賣個關子 肯定會認識的 好 你們可以了嗎 好像可以了 好 暫時大家繼續留意 玩具TV 有最新消息的 不同的報導 至於參選生方面 陸續有來和大家公布一些 新的消息 有興趣的 繼續留意我們 是不是已經可以了 明日香 好 我們交給我們明日香的 男朋友 介紹他的女朋友 好啦 咦 真的到你直接講 直接留意才講